随着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落马后 越来越多王立军身边的人站出来揭开他的面纱 使王立军曾经极低调、节俭、勇敢等各种优秀品质 与一身的英雄形象彻底瓦解 而他张扬、怪僻、残忍的真实性格显露了出来 而他闯入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 通过活摘器官搞心理研究 喜欢研究女性分泌物等超常行为 做出了很好的助脚 继重庆警察写下13万字的一个警察的独白 见证王立军一文后 王立军的前任秘书辛建威 也向媒体讲述了他看到的真实王立军的形象 据北京律师李庄介绍 王立军在重庆两年却更换了51任秘书 最短的一天、最长的是辛建威、四个月 51个秘书里面的第三任秘书 王立军在那儿也就这两年51任秘书 辛建威原来是重庆公安局保密室副主任和办公室副主任 属副处级干部 当上王立军秘书后 负责着王的警卫、饮食起居、言行记录、摄影摄像、出行撒扫等事务 因为按王立军的受益 按时退掉了王立军及客人的房间 造成王立军改变行程后不能及时进房 辛建威被王立军谩骂开除 关押了339天 还遭受坐老虎凳、手脚被固定、电棍、紧棍打等酷刑 造成两耳和炉内出血 据他透露 有着教授、主编、专家身份的王立军不会打字 而且王立军有欣赏自己照片的嗜好 常在夜里观看自己的视频 王立军拥有一个20多人专门为他摄像的摄影团队 这些人身穿蓝色夹克 被称为蓝精灵 随时准备拍下王最为动人的时刻 王立军还经常破口大骂、脏话连篇 一个秘书将他办公室的花盆打碎 王立军就在众人面前大叫 有人要谋害他 辛建威回忆 酷爱丰衣的王立军 总是有一群英姿挺拔的警卫在身边 其中有两人要随时注意他的肩部动作 接住他抖下的大衣 让他的随行人员与他深夜出行 也是王立军的爱好之一 而女子特勤之队是王立军常光临的地方 辛建威说 王立军有时责令跟到半路的人员折返 让大家摸不准他的意图 辛建威还说 王立军的衣服干洗后存放不能超过五天 否则重洗 出行的食物也必须自带 王立军随从都是从公安系统中精选出来的 可是不少随缘因为极小的过失 或因王立军一时看不顺眼 遭到刑拘或者劳教 辛建威说 生活在王立军身边的人总是提心吊胆 他的秘书辛建威怎么描述的 那就是他的真实的一面 公共场所 公开的场合 他是另外一面 网友大卫写道 曾经的神今天却落到这个地步 讽刺了谁呢 这个社会环境 整个这个体制 就是处于一个变态的状态 他周围的人 认识他这样 周围的人接受他这个样子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讲 是他周围的人促成他 变得这个样子 这么多年来 共产党自己的文化熏陶出来 最后培养出来的这么一批人 这么一个样子 李善建说 王立军的变态就像活摘器官一样 让活在正常社会的人难以想象 但了解了中共人文环境的人 就容易理解 他看任何东西 他对待周围的人 和周围的人对待他 完全就是权力和利益这些关系 作为一个人的话 他可以支配 那我可以拿你的器官来赚钱 我可以有这个权力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他以他这种心理状态 他就可能去做 这就不难理解 李善建认为 李善建认为 对于今天的中国 就是引进民主制度 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必须摒弃党文化 重新建立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 李善建说 有了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才能扭转这种变态的人性和人际关系 他还指出 阅读九评共产党和退出中共 可以帮助中国人解除党文化的桎梏